十大韩国最美90后情色大尺度代表作 3710 用最大的努力和诚意制作每一步 在我们的头脑中,由于受到教育等因素的影响 一般人觉得情色就是淫秽、污竹的代名词 情色偏就是堕落,其实远远不是这样 情色是男女吸引的元素,是爱情的催化剂 而往往在情色偏离,才能找到人类最真实的情感 身体是不会骗人的,互相吸引才能自然地牵手、拥抱、亲吻 这都是爱情必不可少的组成 而契合的身体不是美对恋人都可以 而韩国的大尺度情色偏跟欧美、日本都不同 自成一体,它在露骨画面的同时 保持了一定的电影美感和深度 很多人都喜欢看 而本期这个主题主要限定为三个因素 韩国90后最貌美 女主角本人大尺度 但制作耗时之久 远远超出了我原有的计划 花费时间超过1000个小时 其中快速看片约占一半时间 而另一半时间是用来求证和刊物女演员的真实姓名和年龄 有人可能会有疑问 为什么弄清楚她们的准确名字 特别是韩文准确名字这么重要 老司机才明白哦 同时对于大尺度韩国影片 在我们的印象中或者我们所熟知的 或者我们有点脸熟的 绝大部分都是70后或者80后女演员 比如李彩潭 江恩惠 全杜妍 韩世雅 赵如珍 江一元 金花元 朴贤珍 金葵善 和李美妍 陈贤娥 李承敏 李太林 宁雪喜 张子言 吴仁慧 以及金善英 金柳妍 金宇珍 裴斗娜 深音信 徐情 尹珍希 或者严正花 申有珠 宋志孝 李恩珠 文素利 金慧秀 许一昌 孙艺珍等 她们都基本是70后或80后 虽然有些看起来比较年轻 比如拉金 英文名Rahe 即在比较知名的十九 须尽知想象中 那位玩积木脱衣服的女孩 在网上有不少这段的短视频 但很多地方都把她韩文和中文名字搞错 说她叫韩世美 其实不是的 她叫Rahe 是LPJ乐队的成员 她有自己的Facebook 不过很久没有更新了 她看起来很漂亮 好像比较年轻 但实际上 她出生于1984年10月10日 是80后女演员和歌手 这些女演员都或多或少有些脸书 甚至比较知名 只要你肯搜索 便可以找到她们的一些介绍 以及她们主演参演的或多或少大尺度影片 资料数据相对容易 而对于90后 主演大尺度影片的女演员 你会发现她们绝大部分资料如此之少 很多刚出道仅出演过一部影片 而且网页上有大量错误 特别是中文网页 错误非常多 很多名字都是错的 或者很多聪明的 查找到的其实不是同一个人 当然更多的是用中文 什么也搜索不到 找遍全网也几乎找不到女演员的资料 还有一些 虽然主演或参演了大尺度影片 但她们本人在影片中 没有大尺度 或者尺度我们认为不够大 比如李在寅 虽然是90后 也比较俏量 打着大尺度的名义 但其实她本人在影片中没有大尺度 或者大尺度是别人的 这种直接排除 为了求证和刊物这些90后女演员的真实资料 我死皮赖脸的 应拉韩语系的高材生朋友 而且她还是个女的 没办法 会说韩语的 我只和她比较熟 再给她讲了各种我对人生的思考 对人性纯真的赞扬 对艺术的追求 以及对美的热爱 当然还有一些让我颇感心疼的礼物之后 终于说服她 又通过她同学的朋友 去找了几个韩国朋友 然后再通过她们多方咨询求证 并联系上了部分出品电影公司 最终得出这部 十大韩国最美90后青色大尺度代表作 希望你喜欢 当然 还有不少90后大尺度女演员 受制于颜值等因素 并没有进入我们最终的短名单 她们有的主演的影片数量还蛮多的 如李秀 尹多贤 丁湘 安兆熙 韩智慧 韩世西 江亦娜等等 在此请允许我对她们表达深深的歉意 首先来看看未入围时大 但也很有特点的 Top 14 李旭 出生日期1990年1月30日 出道日期2010年 大尺度最佳代表作《布拉夫夫人》 在港台名称为《情侣诱惑》 本片上映于2014年3月 实际上李旭现在在韩国 已经是一位比较知名的演员和名模 获得过韩国青龙奖、大众奖、百想艺术大赏 等多个电影节的最佳女主 女配获提名 李旭凭借此片获得第51届韩国电影大众奖 和第35届韩国电影青龙奖 最佳新人女演员提名 本片不仅是一部大尺度影片 还是一部比较严肃的剧情片 讲述了一位阴性丑闻 而被下风到地方认知的 已婚教授遇到少女 及李旭扮演的女主后 无法自拔地陷入不伦爱情的故事 单纯从颜值来说 李旭排不进时大 但作为开篇影片 三七探影仍能推荐此部片 影片的镜头非常细腻 对人物心理的刻画 特别是前半部分对情欲的描写 让人犹如心能其境 而李旭高超的演技 在影片的前半部分少女感爆评 也让你观影过程中不仅很有感觉 而且会对她产生强烈的爱恋之心 这种虽然脸蛋不是很漂亮 但有强大吸引力的女人 往往是致命的 而影片的后半部分 则演变为虐恋和复仇 其中教授在独场酒店的一场大战 很多人问这位女演员的名字 她叫韩朱英 长相中等 但身材很好 出生于1982年9月25日 而影片女主李旭 作为一个名模 同样身材非常好 很匀称 看起来很舒服 一举一动之间都有一种镜头的美感 TOP13 朴恩金 出生日期1995年6月19日 出道日期2018年 大尺度最佳代表作《快乐的秘密史》 此片也是朴恩金2018年的出道影片 和目前唯一的一部 此片是向电气惊魂致敬的作品 可以称之为大尺度版电气惊魂 不过情节设计和场景布置 相对于电气惊魂要差很多档次 朴恩金也一直在此片中尬眼 不过好在颜值在线 朴恩金的颜值 也是唯一支撑此片评分较高的因素 但这也是导致它没有最终进入十大的原因 TOP12 韩桂西 出生日期1992年2月19日 出道日期2016年 大尺度最佳代表作《女生宿舍》 又名女子寄宿家庭 此片也是韩桂西的出道作品 主要讲述了发生在女生们和宿舍管理员之间的故事 韩桂西的身材匀称 看起来也含有美感 TOP11 尹诗娜 出生日期1993年8月19日 出道日期2017年 大尺度最佳代表作《性冷淡》 尹诗娜在她的多部影片中 一般都是一副很屌道的表情 但演技还在线 这部影片上映于2017年 在中国没有得到公众的评分 但在韩国评分高达10分 是满分作品 当然片名虽然叫《性冷淡》 但既然是大尺度影片 你懂的 影片主要讲述一名医生和妻子之间的故事 OK 下面搬好小板凳 我们正式开始 获得十大韩国最美90后 及他们主演的情色大尺度影片 分别是 Top 10 康敏熙 出生日期1997年7月26日 出道日期2019年 大尺度最佳代表作《大熊女友》 此片是康敏熙2019年的出道影片 也是她目前唯一的一部大尺度影片 此片因为是新片 在中国没有评分 但在韩国评分高达10分 即满分作品 影片主要讲述了女友和父亲之间 违背伦理的故事 Top 09 朴河燕 出生日期1991年10月13日 出道日期2015年 大尺度最佳代表作《美景之屋2》 影片上映于2015年 主要讲述房地产经纪公司内男女之间的情与欲 朴河燕身材高挑 凹屋图有志 Top 08 洪向西 又名洪西 出生日期1992年4月5日 出道日期2016年 大尺度最佳代表作《隔壁的女孩》 影片上映于2017年 主要讲述小说作家 及洪向西扮演的女主 未完成小说创作 而搬到一个男生隔壁后 发生了故事 Top 07 李希 出生日期1993年4月8日 出道日期2016年 大尺度最佳代表作《日丽女孩》 此片是李希2016年的出道影片 李希有点台湾影星徐若鲜的感觉 这部影片主要讲述的是男女主角的五次恋爱奇遇 前四次都被阴差阳错的给拆散了 第五次才终于成功 电影里也有一些很搞笑的情节 Top 06 欧布县 出生日期1993年12月17日 出道日期2017年 最佳大尺度代表作《猛男诞生纪2》开始变强 此部影片是欧布县的出道和唯一部作品 它的中文名字欧布县 之所以这么奇怪 因为它并没有中文名字 是执意而来 在部分韩国网页和全部的中文网页 把它的名字都搞错了 以为它叫韩世希或韩世纪 事实上 韩世希是片中女配的中文翻译名字 这个女配韩世希 其实还主演过不少其他影片 虽然她在这部影片中的扮相 有点惨不忍睹 但在其他不少影片中的扮相 其实还算中等 同时韩世希这个中文翻译名字 用的最多的是韩国一个大雄模特 长相一般 Top05 金西镇 出生日期1994年5月14日 出道日期2017年 大尺度最佳代表作《女大学生的沙龙史》 本片上映于2018年 影片主要讲述两位刚毕业的女大学生 误入歧途 去夜店上班的故事 女主金西珍的外表和中国魔影星 确实有几分相似 也有种特别的味道 Top04 金西炎 出生日期1995年3月22日 出道日期2015年 大尺度最佳代表作《奇怪的美发沙龙》 又名《奇怪的美容院》 和《女性性爱满意度》 这两部难分伯种 便都放了上来 她在中国宅男界有较高知名度 但不幸的是 对于她的名字 中文网页全部搞错 有的说她叫尹允志 有的叫她周湘宁 经过我们多方求证 她的名字叫金西炎 这个名字和另外一个比较知名的 韩国女演员金西炎崇明 她的两部大尺度最佳代表作《奇怪的美发沙龙》 和《女性性爱满意度》 其中前一部在中国宅男界知名度较高 甚至还上过微博热门搜索的视频 在中国评分也较高 但实际上 她的后一部 《女性性爱满意度》 在韩国评分更高 当然是十分 满分作品 另外 小小透露个福利 她曾经还是一位主播 OK Top03 崔真理 有名崔雪莉 出生日期 1994年3月29日 曾是一名童星 正式出道日期2009年 大尺度最佳代表作《真实锐偶》 崔真理小时候被称为口袋妹妹 顾名思义 是韩国人最想带回家的妹妹 长大后参加乐团 是乐团的颜值担当和门面 一开始公司给她的定位是可爱的人设 她也以这个形象是人 但后来她主动放飞自我 突破自我 也活出了自我 在此过程中 她的颜值一直在线 在《真实锐偶》这部影片中 崔真理拒绝我替 坚持亲自上阵 和影片的男主 来自《猩猩的你的男主》 都教授及金秀贤 一起向大家展示 俊男靓女的激情 影片其他配角 颜值也相对较高 Top02 林志炎 出生日期 1990年6月23日 出道日期 2014年 大尺度最佳代表作 《人间中毒》和《奸臣》 林志炎被誉为 韩版汤尾 其脸蛋漂亮 身材高挑 还有种独特的韵味 同时获得过 韩国青龙奖 大中奖等多个奖项或提名 其2014年出道的首部作品 《人间中毒》 被誉为韩版色界 便是其最佳大尺度代表作之一 在这部电影中 不仅林志炎有大尺度 我们的宋承宪 也奉献了自己的大尺度 影片主要讲述 在1969年越南战争期间 韩国出兵越南 宋承宪饰演的上校 与部下的妻子之间 发生的故事 林志炎和宋承宪 靠着他们的超高颜值 和精彩演技 把出轨劈腿的事 演绎得清新脱俗 美好气力 让人格外喜欢 也非常感动 同时林志炎 还有另外一部大尺度作品 也很经典 便是《奸臣》 《奸臣》中的女二号李玉英 在本片中的表现也很出色 也有大尺度 并凭借此片 夺得了多个电影大奖 但遗憾的是 他出生于1989年12月8日 并不是严格的90后 而且也非女一号 所以被我们排除了排名 《奸臣》这部影片 主要讲述的是 朝鲜历史上 有名的暴君 燕山君在位纪念的故事 片名虽然为奸臣 但到底是中是奸 谁也能说得明白 本片也有较强的艺术观赏性 和一个的内涵 很值得一看 林志妍是这两部影片中的最高颜值担当 她是那种长相无可挑剔 那种越看越耐看 越有味道的女人 同时拥有年轻而有张力的身体 身材一级棒 这本身就是赤裸的诱惑 而且在这两部影片中 还有大量其他高颜值的帅哥美女 Top01 金高银 出生日期 1991年7月2日 出道日期 2012年 大制度最佳代表作 《银教》 也是金高银的出道作品 金高银如果单论颜值 其实中等 可能连偏上也谈不上 但她却是众多宅男心中的女神 甚至是最高和唯一的女神 看过她的作品后 很容易被她劝粉 她单眼皮的脸蛋不算漂亮 但她一笑起来 整个世界仿佛都亮了 你可能都会纳闷 怎么会有人笑起来那么好看 当你生活而充满烦恼 因事业而痛苦不堪持 也许你看到金高银的笑 能瞬间化解你心中的那份苦闷 金高银也很耐看 身材很好 以前还做过模特 演技高超 在《迎娇》这部电影中 少女感爆平 而生活中的她 更是一位随性 自然 简单 阳光 快乐 可爱 亲切 诚恳 而又有点小野心的女孩 喜欢运动 爱好潜水 跳伞 旅游摄影 喜欢突破自己 歌声也很动听 你越了解她 会越喜欢她 所以她不仅是重宅男的偶像 她还是众多年轻少女的偶像 甚至有很少一部分少女 因为她而被摆弯 她就是韩国女演员中独特的存在 每每看到她 仿佛能够真切地看到和感受到 一株无比普通的小草 在很努力地吸收阳光 很努力生活的感觉 当你第一眼看到她 可能会觉得她长得很一般 甚至还觉得她很丑 但你只要敢再往前进一步 便会无法自拔 深深陷入对她的喜爱之中 会觉得她超级好看 甚至可能会觉得 从来没有一个女孩可以如此好看 如此独特 她全身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气质 你仿佛能感觉到她会发光 犹如坠入繁金的精灵 美好到极致 而荧娇这部电影 也会让你真正感受到 什么叫做清纯而性感 荧娇以美的清纯 淡的优雅 活的悠闲 乐的自在 她就是那种直进你心灵深处的女孩 那种让你忘不掉的女孩 那刻在凡间的精灵与天使 在这部电影中 有句台词我很喜欢 和大家一起分享 变老 就像师父非我所为之沉重 正如你们的年轻 不是你们努力的奖赏 我的年老 也不是我过错的惩罚 情色是一场风花血月的邂逅 是可遇不可求的欢歌 到这里 本期也接近了尾声 很不舍得和大家说再见 但也不得不再见 最后 如果你有兴趣 可以在下方评论或留言 一周以内 我必定回复 同时也可以说出你感兴趣的内容 我会尽最大的努力与诚意 来制作每一部影片 再次谢谢您的观看 也期待我们的下次相遇 再次感谢 感谢 感谢 感谢观看